好 我们现在来讲379个考点 我有一台私人电脑 私人怎么说呢 personal 你会写person 再后面加一个al 就是形容词 personal 私人的 他后面接一个名词 他等于private private 这个也是私人的意思 所以你写成personal 或者是private 都是可以的 那么这题就变得很简单了 考点一会 做题全对 主语是我 谓语是有 然后呢 这是一个惯词 因为电脑是一个可数名词 personal 是一个形容词 修饰名词 所以 它相当于定语 这是主语 这是谓语 这是定语 这是宾语 你学英语 如果不会划分句子成分 英语学不了 宝宝们 你不会划分句子成分 你都不清楚我说的是啥 英语学不了 英语想不学语法 能把英语学好的可能性是零 可能性是零 明白吧 所以一定要会语法 来 我有一台私人电脑 I have a personal computer I have a personal computer 非常的重要 同学们一定要会 这个考点 真的是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来同学们继续 380个点 我必须要改善 我和家人的关系 太重要了 这个关系啊 就这个词得有多少人不会的呢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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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人不会啊 这个词大家就是不会用 也不清楚大家是怎么回事 这个词就不会写 不但是不会写不说 还不会用 所以同学们一定要注意 这个词在现代社会 人与人之间的relation太重要了 relation太重要了 所以relations一定会 那么他也等于relationships 相等 你写谁都行 relation relations 都可以 这个词不太好用 那老师 你说这个词考试考什么呢 老师告诉你 他考号码节 with 一定要会 一定要会 和谁的关系 我们用with 来 我必须要改善 我和家人的关系 你不改善能行吗 你跟家什么关系啊 是不是很僵啊 妈妈也讨厌你 爸爸也跟你生气 你看你这孩子 是不是 所以 我下定决心 I must improve 情态动词的此性很弱 必须联合 动词原形 构成为语 我再说一遍 情态动词的此性很弱 必须联合 动词原形 作为语 然后 逼语是 my relations 我干啥呀 我必须要改善我的关系 和谁的关系啊 和家人的关系 你这是一个 借词短语 同学们 你在借词短语干嘛的 做定语 修饰 relations 我必须要改善谁的关系 改善我和家人的关系 同学们 my relations with my family 我必须要改善 我跟家人的关系 借词短语 我们做的是定语 定谁呀 定关系呗 改善和谁的关系啊 不适合老板的关系 和家人的关系 明白吗 同学们 我们要改善的是和家人的关系 非常重要 来继续 同学们 381个点 你打算 你打算怎样做 同学们 你打算怎样做 那么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重要考点 打算 be going to 加动全形 而且这个打算 一般是人为打算 所以可见 本道题是 一般将来时 什么要打算呢 我不还没做呢 我不还没做呢 我只是说我打算 那么你打算怎样做呢 一看就是一个特殊疑问句 有人说你价值呢 特殊疑问句是 特殊疑问词出现的 这不是疑问词吗 好 怎么样 特殊疑问句的构成 是特殊疑问词 加一般疑问句 你不加能行吗 懂吗 是特殊疑问词 来同学们注意啊 你看老师讲的细不细啊 再加上一般疑问句 你就得这么构成啊 你不这么构成 你不这么构成 就违背了语言法则 明白 然后be going to 是一般将来时的构成法 是不是有必动词 有必提币啊 把币光往前一转 接主语 然后接其他成分 going to 加动语言行 你看 这不就是特殊疑问词 加一般疑问句吗 然后我们再加编语 做什么呀 做这件事 这不就是编语吗 你打算怎样做这件事啊 老师我不想带着行不行 不好使 为啥 因为你这个do 是一个极物动词 听我讲啊 因为你这个度 是一个极物动词 你如果不接编语 那不缺编语吗 啊 同学们 极物动词不接编语 你不缺编语吗 对不对 你这个号是就什么提问呢 方式提问 你是就方式状语提问 但是你本来都缺编语 你不得缺成分吗 你得是主 卫 兵 都不缺 你才能就 方式提问 大家能不能听懂 啊 同学们 能不能听懂 同学们 能不能听懂 告诉老师 我再说一遍啊 因为你这个度 是极物动词 你得接编语 而你这个号 是就方式提问 没有编语能行吗 同学们 你极物动词不加编语 你不缺成分吗 你想啥呀 How are you going to do that 你打算怎么做 这不是结构完整了吗 你再看这句话 来 来同学们看 来我问大家 这句话交代的 来大家说 交还是不交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还是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hat 你就说交不交吧 你们说交不交 啊同学们 是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还是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that 这个交不交 这个交不交 你们想 你这个度 是一个极物动词 你这个What 相当于就 比喻提问 你们看 做什么吗 你打算做什么 你这个既是一个疑问词 其实你是这个度的逻辑比喻 做什么 他相当于就 冰语提问 啥意思 我就冰语提问了 你再加个冰语 那他俩不都是冰语了吗 那不重复了吗 同学们 你这个What 相当于做度的冰语 你是就冰语提问 做什么 做什么 你再加一个代词 那不俩冰语的吗 这是冰语大哥一 这是冰语大哥二 那不两个哥吗 那不俩冰语吗 所以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不加冰语 看见没有 How are you going to do 你不加你试试 能不能听明白 同学们 能不能听明白 你就记住 我讲课你听不懂 谁讲课都听不懂 二同学们对听 往下走 这点 我已经解释完了 赶紧给老师加冰语 That 代表着那件事 不加 缺成分 你看看 你不会语法能行吗 来 往下走 382个考点 我喜欢上表演课 来同学们 上表演课 上课 可以用 have 可以用take 都可以 但是动词 不能修饰名词 表演课吗 动词想修饰名词 必须要加ing acting license 上表演课 动词不能修饰名词 动词修饰名词 必须加ing 才可以做定语 所以上表演课 我们说成 have acting license 加S来呀 可属名词有一个法则 叫非单即负 你不没有说 上语解 那么 你就加S 上表演课 比如说 你要当演员 你要当演员 好吧 你当演员 你不得上表演课吗 不上表演课 你当什么演员呢 对不对 同学们 所以 这不就完事吗 来看 我喜欢上表演课 这是主语 这是卫语 这是非卫语 like doing something 这是定语 定谁 定license license是什么 逼语啊 谁的逼语 have the逼语吗 上啥呀 上课呀 like doing something 上什么课 表演课呀 主语 卫语 非卫语 定语 宾语 你也可以把 having acting license 整体看成 like的宾语 也是可以的 你这么理解 也是可以的 我喜欢什么 我就喜欢这个事 什么事 上表演课 这个事 也是可以的 懂吗 同学们 能理解吧 来继续 383个考点 你打算做什么 你要干啥 来 又来个打算 来 B勾音 出家动语人形 打算做某事 你打算干什么 你看 拖了 evanse是watch了 这回 不假定语了 可别瞎了 这呢 这个既是 疑问词 又是 度的 逻辑 比喻 做什么事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你打算做什么 你说说我听听 这不是将来史吗 be going to 加动词原形 构成了一般将来史 啊 疑问词 加一般疑问句的语句 完活 好 继续往下走 384个考点 我搬家去上海 来同学们 搬家去某地 就是本体考点 首先注意 木 移动 搬家 加兔家地点 搬家去某地 它得需要兔家地点 可见它就是不急悟的 如果你要急悟 你直接加兵 你为啥不敢加呀 因为你不急悟 你得需要一个词 做教法 连接一下 明白 所以是 木兔家地点 搬去某地 考点一会 做题全对 我搬家去了上海 我不已经走了吗 男同学们 过去时 啊 过去时 我搬家去了上海 我们写地名的时候 大写第一个字的手字母 第二个字的手字母 不用大写 咱们中国人 用英文书写 大写 写两个字的手字母 而地名 只大写 一个字的手字母 同学们一定要注意 来继续 往下走 这部电影啊 很感人的 我很感动啊 我都感动得要哭了 哎呀妈 这电影啊 太感人了 太感人了 太感动了 我都感动得要哭啊 哎呀妈 这电影 他这么好呢 这么好呢 我觉得太感动了 感动得想哭 啊 这部电影 真的很感人 我都感动得要哭了 来同学们注意 感人 感动 那牧 那牧 这个词除了班家之外 他还有一个感动的意思 来你们看 牧 这个词啊 我就跟你们说的说的啊 你学单词 你学单词不会词性 不知道考虑 那你学的是啥呢 那你学的是啥呢 啊 你又学的是啥呢 你不奇怪了吗 是不是同学们 这个词还有一个动词性 叫感动 那我给你个举个词主 看到啊 这部电影 就是一个主语 Mood 就是一个谓语 感动了谁 感动了我 就是个逼语 看见没有 这不动词吗 那么这个Mood 异地结尾 它还有一个词性 形容词 修饰人 看见没有 感动 它可以是形容词修饰人 异地结尾修饰人 ing结尾修饰物 看见没有 你看 这部电影 感人呐 这部电影是物啊 对不对 主系表结构 修饰物 用ing结尾的形容词 Mood 我很感动哦 我是人 修饰人 用异地结尾的形容词 你们看看 这是老师给你们拓展的啊 这是我拓展的啊 才说明白了啊 你看看 掌握动词性 搬家移动 搬家 不几乎动词 得需要接吐 这个词还有感动的意思 几乎动词 Something moves somebody 还有两个形容词得会 Muying Mood ing结尾修饰物 异地结尾修饰人 你不会能行吗 同学们 能好使吗 不好使 这个必须得会 哎老师 我问你个问题呗 老师 你在我再给你拓展一本啊 来 你干啥呢老师 搬桌子呢 I'm moving the table 你看 我正在挪桌子呢 老师 你干啥呢 挪桌子呢 那这个词 还有一个挪动 移动的意思 我能怎么啊 看看 你看 它还有一个 移动 挪动的意思 它直接接了 比喻桌子 所以当移动 讲 它就是一个 急物动词 大家能明白不 你看看 重要不 一个搬家移动 整出一堆考虑 当搬家讲 不急物 当感动讲 急物 两个形容词 一个修饰人 一个修饰物 Ig修饰物 一地修饰人 当移动讲 也是急物动词 可以直接接比喻 你不会 好使吗 不好使